港股昨日强力反弹,虽然不能进覆前室,但声势之壮旺,还是与人良好印象的?这说明前日的604点之跌,有点蒙茶茶,拖累了不少正在逐步向好的股份,幸而昨日的迟来反弹还是出现了?市场一众散户喊清,这才似个市。 大市最高潮时,脏了489点,恒指报26205,最低为25870,指声154点,收市为全日最高,总成交1498亿元,令投资者开心的是,前日棄手的26000关。 昨日很快就重拾,这再一次说明市场不认同前日的急错,现在要观察的有两点,一是26000关失而复得,能否守得住,不再被攻破,二是26300-26500的阻力区间。 短期能否一举声乐,使得大市有个新的更广阔的发挥空间。 本周有两个高点,分别为周二的26458和周三的26560。 能攻陷才可以大声地说,后市一定好。 作市有三个特别之处,一是领导古腾讯的反弹力度未达标。 前日重挫7-8%,昨日只反弹2%左右。 反观阿里和美团,均反弹8支分4,将腾讯远远地脱在后面。 另一个特点是旺点扩散,受惠股总增加,这包括一些九尋的项目。 如内银内险内防,都有起色。 第三个特点是资源股继续强悍。 对于内银股逐步好转,我认为同美欧买债放缓。 利率在中长期走势方面,是二升难跌。 如果调高利率,哪怕只加一点息,对市场的影响不可轻视。 因为这代表平息时代的终结。 事实上,利率过低,亦属不正常。 对正常的工商业活动以致民生经济,同样有影响。 众所周知,如果加息,对银行息差必有好处。 内银股中以农行。 中行,建行,信行,招行为首选。 本地银行方面,中银香港已成为香港金融业的新一哥。 昨日亦是本地银行中升得比较好的股份。 收24元2角半,升4角。 下周初除息,抢息者又会蠢动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拉来做数损员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